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叫孟婆的女人守候在那里 给每个经过的路人递上一碗孟婆汤 凡是喝过孟婆汤的人 都会忘却今生今世所有的牵绊 了无牵挂地进入六道 或为先或为人或为处 孟婆汤又称忘情水 一喝便忘前世今生 一生爱恨情仇 一世浮沉得失 都随着碗孟婆汤 遗忘得干干净净 今生牵挂之人 今生痛恨之人 来生都相识不见 可是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因为种种原因 不愿意喝下孟婆汤 孟婆没办法 只好答应他们 而且还在这些人身上 做了记号 这个记号 就是在脸上留下了酒窝 脖子后面点了颗痣 胸前点了颗痣 这样的人 必须跳入忘川河 受水淹火炙的折磨 等上千年才能轮回 转世之后 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带着那个记号 寻找前世的恋人 所以朋友们请珍惜 无论是亲人 朋友 因为他也许 是你前世的恋人 他们经过千年等待 来寻找前世 情缘未了的人 去完成前世 未了的心愿 请永远不要去伤害他 因为不是谁 都有勇气 跳入忘川河 等上千年煎熬之苦 期盼来生 还能够相遇 二 脸上有酒窝的人 第一 佛说脸上有酒窝 代表上辈子 因为有酒窝的人 在传统说法中 代表一定的欲望 有的人认为 有酒窝的人 上辈子是非常幸福的 大多数是家庭幸福的存在 而且 这辈子有酒窝的人 有远见 有智慧 有福气 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 会有很多的财富 而且 他们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 可以将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从小就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不会太过担心 他们有目标 有计划 有能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获得极大的成功 第三 有酒窝的人 命运运势发展 因为有酒窝的人 上辈子都是比较幸福的 因此 他们这一生的生活 也是非常幸福的 有酒窝的人 能够收获很多意外之喜 并且一路上是顺风顺水 特别是在事业跟感情方面 真的是事业 财富 以及爱情 三方面都得意了 都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跟收获 但是 健康方面稍显落后 需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过多地消耗自己的精神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三 脖子后面有质 其一 脖子后面中间有质 吉祥富贵 脖子后面长有一颗质 而且还正好长在中间的位置 这种人大多会有远大的目标 在年轻的时候 就会为了自己人生的目标而奋斗 有可能前半生并不一定能显现什么 不过他们总是默默地努力着 这真是一个优点 到了中年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收获大量付出后的成果 可以说成为富翁都不在话下 脖子后面有质的人大多吉祥富贵 就算有灾难 也可以逢凶化吉躲过去 这样的人都会大富大贵 其二 靠山稳 脖子后面有质的人 大多家庭出生不错 这种人的父母 大多已经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家底子后事 从这一点上看 他们就比别人幸运多了 还有就是人们常说的有靠山 他们在工作上 常常遇到贵人的帮助 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和财运 还有就是 脖子后面的质 如果比较大的话 非常明显就能看到的这种 这也是个吉祥 说明这种人多金 非常善于赚钱 因为他们本身也很有冲劲 所以会比较劳累 总结了这么几点 总的来说 脖子后有质的人 都是有福的人 当然 任何福相都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只要你努力了 加之天生的福相 你就能收获得比别人多 四 胸口上有质 在像术学中 胸前有质 大多代表着命主胸怀大质 大富大贵 此命生人 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都会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 以及坚定的意志 所以 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 终将会凭借着自身的不断努力 收获幸福的生活 不过 志向的实际含义 还是应当根据具体生长位置进行判断 正所谓 人各有质 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或多或少都会生长着一些质 但是由于具体生长位置 以及生长形态不同 所以 其命旅学意义也会有所差异 如长在胸部正中心口位置的质 就是典型的劳碌命 而长在胸部乳下的质 则是一生富贵质 因此 我们还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从而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运势 其一 乳下 在像术学中 胸部是人的财库 所以 胸部乳下长质 就说明命主的理财能力较强 因此 他们会运用自身的理财能力 维持住财库的风营 从而使之 一生运势顺畅 生活富足 而且 纵观其人生不难发现 在此昌顺运势的不断催动之下 其子女的人生运势 也会随之增长 进而促使其晚年生活更加富足 其二 乳上 由于胸部是人的财库 所以 胸部乳上长质 也是典型的富贵命格 此命生人 往往头脑都十分灵活 所以 他们多半会走上经商之路 而且 在此过程中 还会得到诸多贵人相助 从而使之 一生事业昌顺 富足有余 并且 在此昌顺运势的催动之下 其子女以及伴侣的运势也会随之增长 进而促使其在晚年生活中 可以更加顺遂如意 其三 长在胸口正中的位置 爱情事业好 这个所谓长在正中的位置 指的就是 智长在两胸正中间的位置 如果女性朋友 两胸部的正中间位置 长了一颗极致的话 则说明 这个女人很有福气 而且子女运势会特别好 婚后一定会生一个贵子 而对于男人来说 如果智长在两胸部的正中间位置 这说明 这个男人是一个特别有才华 有智慧的男人 日后在事业上面 会前途不可估量 而且在生活上面 也将会是一个特别疼爱自己 另一半的伴侣 其四 胸部靠近咽喉 贵人多 不管是男性朋友 还是女性朋友 如果你的智 长在胸部靠上 靠近咽喉的位置的话 如果是一颗极致 则说明 你的贵人运会特别好 而这个贵人运 体现在事业上面的贵人运 很可能 在工作中 如果你遇到困难时 会有意想不到的 有权势之人 帮你出面解决 你根本不用为所遇到的困难困扰 所以 一般有这颗质的人 生活都会比较一帆风顺 总之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并不是偶然的 有着缘分 因为前世的纠葛与遗憾 今生能够遇见 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此 如果能够遇到这三种人 很有可能就在说 此刻的你 已经开始转运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